入到會場就一定要帶著記者證 就像我們的身份證一樣 不可以隨便和別人交換 因為還有儀器證實 你是否同一個人的身份 如果和別人交換了 未必能入場 而說回 這個新聞中心和會場的附近一帶 都實施了一些安保措施和封路措施 如果記者自己想坐車進來工作的話 就沒有那麼容易 可能要經過多重的安檢和保安措施 才可以進來 所以大會建議傳媒 都是去指定酒店 搭專車過來工作 說回市面都有不少封路和安檢措施 譬如記者如果想離開這個新聞中心 離開蕭山區工作 想入蕭山區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亦設有安檢站 無論記者搭巴士 的士或私家車都好 都一定要下車再經過安檢 去檢查一下 我們的採訪隊就試過一個小時 才可以經過安檢站 回來蕭山區這裏 而市面就比較淡靜一些 因為學生就 接下來這個月的10號才上學 而食肆也有些是關了舖 是放假的 所以其實市面就比較淡靜一些 說回這個新聞中心 就是今天第一日開放 早上8時就開放給世界各地的傳媒 是來到工作的 場內設有1500個座位 免費上網 以及24小時開放 還有免費的餐飲服務 我們會在現場跟著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部 好的 地緣政治環球經濟 豐會這些高層次的外交場合 好像和一般市民沒有什麼關係